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StrekKids在美国最大的时尚活动Megala上 遭受了狗仔队的种族歧视 根据媒体报道 StrekKids于当地时间6号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2024Megala活动 StrekKids作为Tamekpil的全球大使 穿着与今年Megala的主题相呼应的服装出场 并摆出了pose 而在这个过程中 部分狗仔队在红毯上的不当言论在网上公开后 引起了很大的种族歧视争议 一位外国粉丝在X平台上表示 我没有看完整个影片 当我真的很震惊 并公开了一段StrekKids的影片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当StrekKids站在拍照区时 有狗仔队开始抱怨说 到底有多少人 当StrekKids摆好姿势后 这些狗仔队接连指示 站直一点 你们站得很外 往后退一点 看向我们 并多次要求已经站得很近的成员再靠近一点 之后狗仔队还嘲笑了成员们的表情 一位狗仔说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没表情的脸 周围的狗仔们纷纷表示同意 当StrekKids成员们脱下外套时 嘲笑声不断传来 还要再拍吗 是要表演吗 你们一起跳起来 机器人吗 ありがとう 我想开枪打你们的头部 这种无脑低能的话 面对狗仔们的无理要求 队长彭签以鼓掌 引起其他成员们的注意后 离开了现场 对于狗仔队的态度 很多外国网友们表示 不是粉丝都觉得很心疼 又是种族歧视太无理了 外国媒体们也持续报道了狗仔队的不当态度 Daily Mail在一篇题为 K-pop明星StrekKids在Megala红毯上 遭到种族歧视的摄影师嘲笑的文章中 详细列举了狗仔店的言论 并报道说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分享的影片剪辑中 可以看到摄影师对K-pop明星发表的负面评论 此外 Daily Mail也报道了全球粉丝们指责狗仔队的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这绝对不是笑一笑就可以的事情 只因为是亚洲男生就受到启示 他们让人跳一跳不是因为个子小 而是想让人表演 感觉就像是在说来做个小丑吧 还一边说阿里加多 一边嘲笑说 好像会得到新冠病毒 说韩语看看 如果你住在美国你就会知道 白人和黑人基本上都会鄙视亚洲人 而喜欢对这样的美国嬉皮笑脸的就是韩国 那些人应该被批评 真的有很多愚蠢的人 装自己很酷 对种族歧视还无动于衷 说没有问题的人 就是因为太愚蠢了 即使解释一百遍问题在哪里 他们也无法理解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低能 还到处炫耀自己低能 这只会让他们自己丢脸 就让他们去吧 面对狗仔队的无理要求 队长旁向鼓掌吸引其他成员的注意后离开现场 大家都说队长做得很好 我觉得是队长因为在国外生活时经历过启示 所以知道该如何应对 对于狗仔队的态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观众们疯狂的 暗门的妖王 金翠元和金吉文 未公开的吻戏片段 为什么要隐藏这个啊 为什么要在正片中隐藏这个啊 拍得真好 真的是接吻高手的风范 太美了 这才是真正美丽的吻戏 又来看了 再看一次也是疯了 我们也再看一次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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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